但我覺得相對地比較穩陣 我覺得比較安全的 始終都是在做航運公司為主 因為在港口問題上 雖然現在看到是加雲費的 但是是不是加港口收費的 但其實仍然還有很多相關的政策出來 之前我們有說港口有些壟斷狀況等等 亦都可以與此同時發生 稅率上有些改變 你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這些位置做部署 因為你慢著太多 不是不行的 但是抱著一個中線持有的心態 集裝商一塊一塊的會相對地比較好 但是有13.5這些水平 都是偏高的 止涉位就會定在12.8左右 可以試一下分兩柱去買 你覺得這個航運股 或者航運碼頭相關股份 做得比較好的情況 可不可以延續到去春年第一季 做得比較好 看看怎樣定義 跑贏的市場應該有機會很大 因為市場很差 但是如果在這些位置買完之後 砰砰的聲音升上去 有機會的 但不會特別大 因為說其實特別由疫情開始 突然轉差 資金肯流回到航運股的時候 你已經慢了一個多星期 錯過了大約一成的聲浪 市本身已經很差 這些水平橫行 都是在跑贏的市場 所以你要搏還有一個很可觀的上升空間 就應該機會真的不大 但是你說這些水平去買 你說對沖市場 或者說搏大約一成的升幅有機會 一加一加一加15元也不太過分 所以你短線如果完全沒有貨 又有多餘的錢 本身你都手限忍不住的 剛剛說的話 你完全不聽話 你都要去搏的話 那 碼頭股也是一個 我這樣說 航運股會相對比較好 碼頭股涉及到更多的政策風險 我怕大家轉身轉得不夠快 所以我會主張買一些航運股 會比較好 是